做个访问就把主持人娶回家做老婆,唯独吴京。 做个访问就把主持人拐回家做老婆,唯独吴京。吴京和谢南,两人在2012年相识。 当时因为录制最佳现场谢南是主持人,认识了当时被接受采访的吴京。 作为主持人,谢南问吴京,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吴京反问谢南,你有男朋友吗?这样的辽媚技能令人叹服。 这还是只会武功的打星吗?肌肉里都是脑细胞吗? 同年5月,两人传出在一起的传闻,谢南说,吴京喜欢胖乎乎的女孩子,这是那种白白胖胖的。 这相看上去就会有一种被照顾得特别好的样子,说别人知道吴京把老婆喂得非常好,伙食棒棒的。 但是这对于瘦身达人的谢南来说,这简直是晴天霹雳的浩劫。 为了让吴京不担心自己,所以就表面装作很爱吃的样子,但私下的时候,还是会偷偷吃健肥药。 吴京,1974年4月3日出生于北京,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电影导演,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 1989年进入北京市武术队,1994年获得全国武术比赛精英赛枪术,队练冠军。 1995年出演个人首部电影《功夫小资创情观》,从而进入演艺圈。 1998年因在古装剧《太极宗师》中饰演杨玉干一脚而被观众熟知。 1999年主演武侠剧《小李飞刀》,2003年赴香港发展电影事业。 2005年参演动作《杀魄狼》并首次尝试反拍角色。 2007年,评级动作警匪片《男儿本色》获得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2008年开始转型担任导演,并与同年指导导演处女作《狼牙》。 2012年在军旅剧《我是特种兵之力人》出窍中首度饰演军人。 2015年主演《犯罪》一片《杀魄狼2》。 同年,自编自导自演军事战争片《战狼》。 并评级该片获得第3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提名。 第22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第20届华丁奖最最佳新锐导演奖。 2017年自导自演动作片《战狼2》。 该片打破中国内地票房记录以及全球单一市场单片票房记录。 评级该片获得第14届广州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导演以及最受大学生欢迎的男演员奖。 第4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突出贡献个人奖。 2017中国东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2017年12月,被评为年度吸引力明星。